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同学来上五之二 那我们这一堂课就要来讨化学商术和化学平衡常数的不一样 那我们上一堂课是要推导说 说告诉大家非标准状态自由能和标准状态自由能 与其对化学反应来讲话 它们之间随着化学反应每一个化物的分压的变化 那我们推导一个重要的数学公式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说 当这个非标准状态自由能进入到真正平衡状态 那平衡状态不一定是在标准状态 所以当它这个非标准状态自由能等于零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Q就会等于是K 那我们就来推导这个公式 所以第一个你应该要学会说 KQ如何从ΔG这个值得到K 那当然Q我们上次已经推导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利用ΔG的大小 然后来告诉你说KQ之间的关系 那从KQ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来判断说 这个化学反应到底是朝反应物的方向走 还是朝产物的方向走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就是我们在上堂课所推导的 那个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然后上面所写的Q的数学方程式是用 因为是理想气体 所以它是用压力分压 但事实上在实验上面有常发现 即使你直接测出来的分压 或者是它的浓度 其实带到这公式来会有一些误差 所以待会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 什么是真正的有效的分压 什么是真正的有效的浓度 当我带入到这个乐意学方程式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重要的物理参数 我们就叫做Activity 翻译成活性 这个活性的数学方程式 告诉你说 当我要带入到乐意学公式的时候 这个是最准确的 当然我们在普化的时候 这个活性其实就可以在 都把它当成是理想状态 所以在气体的话 它就是它的分压 在融一系统的话 就是它的浓度 好 那我们就来一步一步的 要告诉大家 怎么推导在化学双数 跟平衡双数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 那我们把这化学反应 把列表成像这样的情形 就是化物A 那它的激样系数就小A 那大血就是它的化物的代号 那小血就是它的激样系数 所以当我要知道 这个化学反应 它的非标准状态 自由能的时候 所以在非标准状态 自由能 那就等于是标准状态 自由能 乘以RT 再乘以Long PC的七次方 请注意一下 这之前我们因为它是 跟DeltaG的标准状态 来做对照 所以所有的 譬如我们现在写PC 事实上它的完整式子 是PC的分压 除以它标准状态的分压 所以是一半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单位的 那没有单位的英文是unit 后面加LESS unitless 它是没有单位的 好 所以整个化学伤数 这个也是无单位的 一样 它是没有单位的 当然我们就衍生出完 平衡常数也是没有单位的 那重要的式子就是这个式子 那我们把它带入到 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的 真正的平衡 就是在标准状态 它的DeltaG reaction 是等于0 所以这一开始说 当DeltaG reaction 到底这个式子会变成怎么样子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带进来 当它带进来的时候 DeltaG reaction 等于0 当后面式子还是DeltaG Reaction Not 这个值永远存在 因为这就是从热力学表里面 把它超出来的 所以这是标准状态 一定有存在值 加上RT 就当时候的温度 再乘以Long 请注意一下 当它等于0的时候 就意味着它是在平衡状态 所以Q就等于是K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就当它是在 这个非标准状态 自由能等于0的时候 这个化学反应 其实就到达平衡的状态 所以我这边的式子 就要写成是K 好 那我们其实 就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公式 原来标准状态自由能 跟平衡常数是息息相关的 它的公式就等于是 负的RTLongK 那我们就把这个负的RTLongK 这个数值带回到这个式子来 那当然就会得到我们最后下面所列表的式子 就是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而这个标准状态自由能就等于是 负RTLongK了 这个式子就等于是 DELTA G REACTION NOT 好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比较说 我们知道说它大于0 与其这个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大于0的时候 这个化学反应就是逆向反应了 DELTA G等于0的时候 它就是平衡状态 DELTA G如果是小于0的话 它就是往产物的方向进行 所以真正能够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 一定是从DELTA G来看 那我们就来比较说 当DELTA G等于0的时候 Q和K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当它小于0的时候 它大于0的时候 好 那我们把刚才那个式子 重新贴在这个右上角的地方 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式子其实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我把它用蓝色笔把它写出来 DELTA G能够化学反应 Reaction就等于是RT乘以Long 刮乎Q在上面 因为它是减LongK 所以它处以K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第一个 当DELTA G等于0的时候 所以当DELTA G reaction等于0 代表它就等于是RT乘以Long Q除以K等于0 那代表Q除以K就等于1 所以我们就得到说 这两个式子Q就等于K 这是最后得到的式子 我把它用蓝色框框把它框出来 代表当DELTA G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这两个式子是相同的 那一样道理 我们往下推 所以当它DELTA G小于0的时候 这代表是RT乘以Long Q乘以K小于0 换句话说 Q除以K就小于1 所以Q小于K 那这时候会造成它的DELTA G小于0 所以这个基本上 DELTA G小于0 从数学推导式子就是Q小于K 换句话说 这个化学反应就往产物的方向进行 所以这是所谓的正向反应 它就是正向 朝正向 就是朝产物的方向 好 我们继续推导 当DELTA G大于0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是RT乘以Q除以K 大于0 换句话说 从对数来看的话 对数里面Q除以K就会大于1 那Q就大于K 所以当DELTA G大于0的时候 会造成的事实 情形就是这个 Q会大于K 所以它就会逆向反应 朝反应物的方向走 所以它是逆向反应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Q等于K的时候 造成的是非标准状态的自由能变化 等于0 Q小于K的话 就会造成 它这个化学反应的自由能变化 是小于0 所以Q小于K的时候 这个化学反应是朝正向 朝产物的方向走 那Q弱大于K 刚好相反 好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用图形来判断 判断说 当DELTA G小于0 这是标准状态 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衍生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标准状态 自由能变化小于0的时候 所以从起始到中了 它们标准状态的变化 我就从起始状态到中了标准状态 它是小于0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整个自由能变化 因为就往这个方向走 没往这个方向走 它就是一个切线 它就是DELTA G了 所以它是小于0 到这一点 它的DELTA G就等于0平衡了 再往上走 它DELTA G就大于0了 所以它就不走了 那因为DELTA G小于0 你会发现它的产物 自由能是比较小 所以一般从数学的平滑的曲线来看 它的最低点会比较偏向产物的方向 所以标准状态自由能小于0 最后的平衡点就会靠近产物 产物就比较多 那如果它的标准状态自由能是大于0的话 那它可能就一开始 没多久就达到平衡了 所以它的平衡点 就是DELTA G等于0的那一点 就会很靠近反应物 这个是从图形来解释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直接做计算 去算说它到底 从标准状态自由能 去算算平衡常数是多少 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就是我们刚才所推导的一个重要公式 再回顾一下 在标准状态自由能的变化 就等于是负的RTLK 所以从K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判断说 它到底是接近产物 还是接近于反应物 那同样的DELTA G的大小 也可以这样判断 它的正负值 所以这个图形其实是告诉你说 当它小于0的时候 这个平衡常数 会让这个产物的产率变大 那如果是DELTA G大于0的话 它就会让这个产物的产率变小 那真正我们要做计算的时候 一般来讲 在高中所学到的 如果是气体的话 就是它用它的分压 如果是溶液系统 就是它用它的体积墨浓度 但是在实际上面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尤其在非理想溶液的时候 或者是有电解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们参与反应的化物 跟它的溶液系统 它的分子之间作用力太强了 所以它的真正浓度 其实带到这个公式里面来 跟它的自由 就是所谓的自由能变化 是有点差距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 在非理想状态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的是一个叫做活性 这活性通常它的代号是A 所以事实上Q和K 它是这边写的是F of A 它其实是跟A有关系的 我们就把它表示成这样的情形 之前我们说Long Q 本来应该写的是PC的 除以1bar的c次方 PD的除以1bar的d次方 除以PA除以1的a次方 然后这边是PB的 除以标准状态的b次方 好 这个是在理想气体 我们这样带 那在真实气体呢 这个数值 整个数值要用A C来表示 所以我们才会显成像这个数值 就变成这个数值 这才是真正有效数值 那在理想气体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带分压 所以Activity代表着是 真正有效的分压是多少 Effective Partial Pressure 或是Effective Concentration 那在进阶的乐学 我们会把这个阐述的更清楚 那先阶段我们只要告诉大家 这个定义底下我们会碰到几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就是理想气体 所以我们现在所告诉大家的 这个数值都是在理想状态中 一个是Ideal Gas 这Ideal Gas呢 这个Activity就等于它的分压 除以它标准状态 这个呢P0就是指的是1bar 接下来另外就是理想容易 Ideal Solution 或者是说呢 Dilute Solution Dilute Solution呢 几乎接近于理想容易 所以它的式子就是 你的真实的容易 除以标准状态容易 标准状态呢 的容易就指的是em 好 所以气体把它当作是理想气体 所以它是分压除以1bar 那液体的话 它就是体积墨浓度除以em 所以Activity都是没有单位的 那再来就是纯固体和纯液体 那纯液体呢 最常看到的就是水呢 它H2O 所以它的状态就写成liquid 那固体那就太多了 譬如我们常用到的AGCl Solid 那它们所有的Activity都是1 因为它不会随着化学反应呢 它的密度会有一所不同 然后会有所状态变化 所以呢 只要是纯固体 纯液体呢 它的Activity就等于1 那什么时候呢 我们刚才看到理想气体 理想容易呢 其实就是浓度除以它的1 可能是em或是embar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要推导的 大部分都是理想容易 理想中 所以你不用再考虑到 它是不是要修正 是不是完全是有效的 但等到我们在谈氧化还原反应的时候 很多的溶硬系统里面是强电解质 强电解质呢 这时候就会做一些修正 会有一些修正 我们会做简单的介绍 也不会推太难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进阶的热力学 或者是在化学领域里面的物理化学 就会谈到这个比较难的部分 那我们就先以理想状态来看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ideal guess 那我们推导的平衡常数呢 就根据这个公式activity带进来 activity呢就是分压除以标准状态的压力 就是一把最后整理出来 就是我们在高中所学到的这个平衡常数 它是没有单位的 请注意它是无单位 即使你最后呢用把带进去 好像最后又会有残余的单位 可能是把或者把的一次方 或者把两次方 因为activity它的一开始定义就是 你是把分压除以一把 我们刚才也做了一项推导 就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它所有平衡常数或化学伤数 都是没有单位 理想容易也是一样 因为它处于标准状态 所以最后虽然写的式子 跟我们高中所学的一样 但是它是无单位的 那如果今天有固体和气体参与的话 那这时候平衡常数 化学伤数就变比较复杂了 那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看 其实它要考的就是化学伤数怎么表示 那当你会表示以后 你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请问哪一个化学反应呢 它的任何状态的 就是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永远等于标准状态自由能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事写出来 Delta G Reaction等于标准状态 Delta G Reaction Not 加上RT Long Q 如果Q等于1的话 永远等于 就不管它怎么样反应 那任何缓运状态呢 Q都得等于1 那这时候整个式子 这个式子就会消掉 所以会造成这两个会一样 那有没有这种情形 我们就来看 所以这第一个式子就是 4个0加上氧 所以它是一个燃烧反应 氧化反应 那它的Q怎么写 那第二个化学反应 它的Q是多少 把它Q的式子写出来以后 你就能判断说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那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 第一个式子 它的Q就等于是 Activity 是P4 O10 除以Activity P4 Activity O2它是 系数是五次方 所以它写的是五 好 根据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 只要是固体的话 它就是一了 所以这边是一 下面P4 它是固体 是一 那对于气体来讲 它就只剩下分压 O2 的五次方 所以它不等于一 既然不等于一的话 随着化学反应的进行 可能氧气消耗掉 所以它 就会造成分压的变化 所以这个Delta G reaction 随着化学反应变化 就不会等于它的标准状态 因为标准状态一定要是在一把 第一个化学反应 它的Delta G 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会不等于标准状态自由能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式子 第二个式子 你会发现 氢是固体的 那Ag2O也是固体的 氧化氢也是固体的 最后产生出来的银也是固体的 所以这很标准 它就是Q等于1了 Q等于1带入到这个公式 你就得到最后 Delta G reaction 就会等于标准状态自由能 换句话说 这个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永远都等于标准状态自由能 因为这个整个化学反应 都是固体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有什么重要性 其实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银电池的反应 那这个自由能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谈热力学第二定律 自由能最后的式子 这个自由能其实就是等于是有用的功 它能够真正推出来 就是化学能完全转换它得到的自由能 或是它释放出来的自由能 可以直接在电路上面推动电流 那这自由能大小就牵扯到它能够做出来电功的大小 那这个电池始终维持同样的自由能的变化 换句话说 它的电动式 它所做出来的电功 永远是恒定的 它的电压固定的 所以银电池 等到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化学电池的时候 这个银电池 还有一些碱性电池 它的Q永远等于1 所以它随着这个电池的一直使用 它的电动式或它的电池的电位差 永远固定不变 这是很重要的化学反应 好 那在下面这个式子 也是一个电池反应 但是它是氢氧化成氢离子 然后氢离子还原成氢气 这个Q就比较有趣了 那这样的式子其实常会困惑给大家 那我们先把气体部分把它写成PH2 那再来就是氢离子就是Zn2正 那除以 那氢固体它是1 那再来再除以 这个是氢离子浓度 那斜面系数是2 所以它要平方 所以它不等于1 而且你还要注意 这个化学伤势 它的数学式里面 同时又有压力 又有浓度 所以这个式子是正确的 尤其从热力学角度来看的话 那一开始 我们在算这个化学平衡常数的时候 比较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但是进入到氧化还原的时候 就会发现同时有气体 同时有容易存在 那它的化学常数或平衡常数就会有分压bar进来 那又有浓度m进来 可是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们都要处于标准状态 最后的单位还是没有单位 那当然这时候 因为Q不等于1 所以它的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就不会等于 随着化学反应 就不会等于标准状态自由能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最后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 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怎么算它的 随着它的化学反应变化 自由能变化是多少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 在有一个实验 这个设计的实验在37度C 它是模仿人体的温度37度C 它细胞里面 也就是这个细胞里面 它的pH浓度是等于7 而在细胞模外面 这个外面 有可能是在身体的某个部分 它的pH值是等于1 好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化学反应 它的自由能变化是多少 那我们就把化学式写在这边 反应物呢 reactant是从细胞里面 细胞里面它pH值等于7 那你为了要维持外围 那这个其实是在模拟胃的环境 那胃的环境里面 其实它我要容纳食物 那消化食物 所以它pH值其实蛮酸的 那我们就讲到它是pH值等于1 那胃细胞呢 它的pH值呢 永远是保持是7 因为一般正常细胞 pH值是接近于中性 好 那你为了要维持这些 就胃囊里面的pH值等于1的话 那你的胃的细胞呢 要一直把氢离子打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这个化学反应呢 是在细胞里面的氢离子 要一直被打到外围去 去维持它的pH值等于1 那当然这需要能量 因为你是从低浓度 那要打到高浓度上面去 那到底需要多少能量 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个环境 你到底在生化系统里面 我就想要知道说 我从pH值等于7的地方 那我把氢离子送到呢 pH值等于1的地方 我需要消耗多少能量 那消耗能量呢 就是从ATP 那形成ADP 那释放出的自由能 好 那这个题目 我们就先来看看 怎么算这个题目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总反应式 简化成像这样子 反应物就是在细胞膜里面的 氢离子浓度 inside 然后产物呢 就是把它打到外围去 那我们当然一开始 根据这个自由能变化呢 先查出它的标准状态是多少 标准状态的自由能变化多少 那这个题目有趣的是 反应物和产物呢 其实是同一个物质 它只是呢 等于是扩散 或者是被打出去 好像pump一样 我要把这氢离子打出去 那所以呢 在标准状态呢 当然里面的氢离子浓度呢 应该是em 所以它的标准状态 这边应该是em 那这边也是em 所以这个赤子呢 在标准状态就等于是氢离子 在inside 或者直接简化成in 那它的浓度呢 是em 那它打到外围去 out outside out 我就写out 也是em 所以同样东西 只是在不同环境里面 所以当然这样的情形呢 即使你去查这个delta h的自由能是多少 gf形成的自由能 当然这个有数值 它不是等于0 那这个也是有一个数值 因为它不是自然界里面最稳定的状态 自然界最稳定的状态 对于氢来讲 当然就是氢气 所以这个都有数值 但它们两个是一样 这两个是一样 所以这个delta g reaction 就等于是delta g 中了状态是outside h正out 减掉delta g formation h正in 它都是em 就是同样东西 所以一定是0 所以这个化学反应 因为是同样物质 从里面送到外面 所以它都是em 好 所以标准状态是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 如果它在我们所说的实验环境里面 或在胃里面 细胞里面pH值等于7 请注意一下 这7是指的它的浓度 h正的浓度 就等于是10的负7次方 pH值等于1 就代表是它的h正的浓度 是1次方 好 那q是多少 q呢就等于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out 它下标成out 它这下标成in 那大家会比较清楚 所以它化学伤数呢 就从产物 是h正的浓度out 除以h正的浓度in 所以它就等于是10的负1m 这是负7m 所以它是从负1 除以10的负7次方 就等于10的负6 所以它的化学伤数是等于10的负6 那我们把它带到我们刚才所得到的自由能 非标准状态自由能的计算 它就等于是delta标准状态自由能 delta g0 那加上rt long q 那我们上一页就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是同样的物质 它只是从里面送到外面 所以它标准状态自由能的变化就是0 加上r就8.314 当时候的温度是37度 所以是273加上37度 再乘以long q q的哪里 10的负6次方 把它带进来这些地方 最后得到结果 就是这个 右下角这个数值 就是正的35607 几乎是35.6千焦 所以这个能量很高 那这个能量需要由ATP来补充 所以到时候 如果大家对生化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一开始 在很多生化课本里面 在谈热力学 就生化系统里面的变化热力学 其实很多都是用这个公式 所有的生化的能量的计算 都是用自由能 因为它是从化学能转换成生化能 或者是转换成电能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这里 那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节课 最重要就是告诉大家 Q和K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代表 从我们之前所推导的一个公式 就是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等于标准状态自由能 加上RT成Long Q 那当它真正的非标准状态自由能 它的大于0 等于0 小于0 才是真正去决定 这个化学反应的进行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说 K和Q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 在正式 就真正的热力学里面 我们平常所得到的那些化学伤数 或化学平衡常数 其实不能直接用浓度或分压 那个只是在理想状态 理想气体或理想浓液 你可以用那样子 但是在非理想浓液 我们必须要修正它 真正能够代表有效的浓度 有效的分压是活性 所以这一堂课 在介绍一个新的物理参数 叫做活性 我们活性可以用来去判断说 固体 纯固体 纯液体 这时候活性点1 怎么样表示化学伤数 和化学平衡常数 用活性 这是这一堂课的一个重要议题 好 我们就上课到这里